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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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心啊,经常有想不通,因为有人欠你,明白了吗? 有人曾经在感情上伤害过你,你要忘记,你不忘记你就一直会很难过,听得懂吗? 这种都是冤解,不能老记在心中的。 明白了吗? 是,是我太小气了,我忏悔。 过了么就过了,世界上很多事情过了么就过了,有什么办法了?欠来欠去的。 对,是的,真的是,我要好好修。 我要好好修,好好修了,真的很不容易的。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我告诉你,奴隶薄冰啊,一步走错了,可能一辈子就后悔了。 是的,是真的,感恩师傅。 好。 师傅,因为我是那个,我再问一下小孩,他那个四十九章,四十九章,因为他现在不是有点大的吗? 现在就是每天都是大声声叫啊,因为问题啊,很严重。 因为这个灵性在他身上,这个灵性看见什么在人间没有见过的事情,他就会叫。 因为他是鬼道里上来的,听得懂了吗? 哦,鬼道上来。 所以鬼到人间来,他看见很多东西他都会尖叫的,害怕。明白吗?鬼怕人的你不知道啊? 对,他是很害怕。他见到人啊,或者一些新的事物,他都怕得了。 不得了。 就是这样。 然后他现在还不会讲话呀,像他这种情况的话。 业障重哦,业障很重。像这种孩子至少四千章以上才会好。 业障重,因为当时我是,当时开始念经的时候,他的药经者就给我那个脱目药七百八十章。 啊,这是第一波。 七百八十章。 哦,这是一波。 啊,七百八十章,这帮你好一点。 七百八十章帮你好一点,你有得搞了。 哦,就是反正你念的好为止。 对啊,不好你停下来了,不用啊。 你念了半天不好你停下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我也不是。 好好好。 好了好了。 感恩师傅哈。 好了,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 感恩师傅。 喂,你好。 喂,你好。 哎,打通过来。 啊。 哈喽师傅。 啊。 啊。 弟子给师傅请安。 哼哼哼哼。 哎哟。 你好啊。 你好啊。 你好,师傅。 啊。 今天弟子有,呃,有几个问题。 请师傅看一下1988年龙的,你的。 啊,龙的女的。 啊。 我看看啊。 嗯。 啊。 请师傅看一下身体。 嗯。 有没有灵性。 等等啊。 啊哈。 身体啊,有没有灵性。 八,八几年的龙啊。 1988年龙的。 女的。 呀。 对。 八八年龙。 腰不好。 啊哈。 啊。 还有啊,那个腿会抽筋啊。 OK。 还有啊,这个,要当心啊,要当心颈椎也不好。 啊哈。 嗯。 嗯。 请,师傅看一下,嗯,妇科。 上次师傅说妇科不好? 嗯。 八八年的龙是吧? 嗯。 嗯。 哦,还不是很好啊。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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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自己本身 你好好修啊 是灵性啊 听得懂吗 现在师傅看到你这个灵性 在你的妇科里啊 你他跑来跑去的 经常不好啊 就是跑来跑去 你听得懂吗 这个灵性 OK 有几张小房子 几张小房子 你可以暂时不动手术的 晚一点 一百 先念一百六十五张 一百六十五张 OK 之前师傅说过 有一个大灵性 要念三百二十张小房子 我已经念完了 还有啊 还有一个小灵性啊 OK 没走 OK 好吗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请问师傅 请师傅翻看一下 1963年 你的肚子 肚子啊 Yeah 哦 气脉不通 左腹部啊 左腹部这个 脾胀和胰胀都不是太好 消化不良 听得懂吗 OK OK 明白吗 明白 请看一下胃 胃部 就是啊 就是脾胀啊 脾胃啊 他是脾胀不好 脾胀不好 你叫他吃点 脾胀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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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脾胀丸 好的师傅 他需要念小房子 多少张小房子 六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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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多少 三百六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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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看一下还有其他问题吗 脚 脚不好 关节 脚不好 关节 关节 关节不好 好的 师傅 好吗 好 师傅忘记问我本次要放松多少条鱼 放松一百八十条鱼 一百八十条鱼 好的师傅 师傅请师傅看一下家的佛台 还可以 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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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吗 OK 感恩师傅 我会好好修的 好的 好的 好 再见 师傅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喂你好 喂你好 喂 师傅你好 嗨 师傅你好 你好 感恩康师傅 不知道感恩师傅 你好 师傅 请讲 喂 讲吧 听得到讲吧 就是我头次啊 那个3月24号给你看的 那个手机呢 信号不好挂的 没看好的 那个63年的属兔的 给你看一下师傅 63年属兔的啊 嗯 看看啊 63年属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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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啊 63年属兔的 嗯 要当心啊 啊 哎呀 颈椎这里不好 颈椎啊 颈椎不好 肩膀酸痛 是的 是的 嗯 嗯 明白了吗 哎呃 哎呦啊 眼睛也不是太好 眼镇 嗯 嗯 嗯 是的 嗯 是的 啊 你想问他什么 讲吧 我先看身体啊 看身体 是难的是吧 难的 难的 就是我自己啊 你自己 我看下去啊 肠胃也不好 你的肝啊 肝也不好 肝虚啊 医生就是病 医生都是病 浑身酸痛啊 听不懂啊 是的 是的 浑身酸痛 筋骨酸痛 骨头也酸痛 腰也酸痛 你这个 你这个人心脏也不是太好 心脏 心脏知道吗 心脏啊 胸闷啊 有时候心慌啊 听不懂啊 是的 所以你这个人心 对什么事情 心都会慌慌的做什么事情 是这样子的 你要多念大悲咒 心脏才会好 大悲咒我现在每天四十九病 你要喝水 血凝度太高 嗯 你别看你讲话文字冰冰的 你这个人急得不得了 脾气很急的 脾气不好 师父 脾气急啊 非常急啊 着急啊 是的 是的 嗯 知道嘛 知道嘛就好了 好吗 给我看一下身上有没有灵性啊 师父啊 给你看看身上有没有灵性 身上有没有灵性 啊 有灵性啊 有啊 啊 你妈妈调过孩子啊 你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兄弟在你身上啊 嗯 呃 是我母亲是吧 对啊 你母亲调 调过一个孩子 这个这个兄弟现在在你身上 不是你母亲 是这个男的 是是是男的是女的 是一个男的 瘦瘦的 瘦瘦的 是吧 瘦瘦的 啊 这要 要多少张讲完词是吧 给他念五十三张吧 五十三张是吧 好吗 嗯 我现在已经念了几百张了 在讲完词 是啊 你要不念几百张 你都忧郁症你知道吗 我我 我这个没 呃 明天还要做手术 这个 脚痛啊 对啊 就是就是这个 这个兄弟在你身上呀 他老要你背着 所以你走路越走越重 这 这个脚现在有点拐 对啊 他他老压着你呀 你知道吗 嗯 嗯 再念五十三张是吧 对 五十三张 看一看 我看看你手术会不会成功啊 我帮你看看啊 你看一下师傅 谢谢 百分之七十五成功了 好了 好 谢谢师傅 但是刚刚 动完手术之后 你有一段时间呢 这个关节会比较痛的 你要真正恢复的话 大概是一个半月 嗯 现在 现在这两个手很痛的时候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手痛的也是关节呀 也是关节 这个 嗯 我跟你说你身上有灵性的话 你的关节首先都会痛 所以过去人家 古时候说 一个人家里关节痛了 抽筋了 一般的说都是灵性上升啊 叫灵性附体 听得懂吗 嗯 听懂听懂了 好了 好了 嗯 说完一个66年那个 书马的给你看一下书 不能看很多 只能看一个问题的 好的 想看什么66年书吗 男的女的 呃 女的看身体 哎呦也虚的不得了 身体也很虚的哦 尤其是尤其是那个肺啊 胸部啊 这个地方啊 都很虚啊 是啊 也一分都是病啊 对啊 咳嗽 嗯 肺也不好 咳嗽 腰也不好 咳嗽 关节也不好 哎呦 加持了他已经 对啊 已经普达加持了 而且他的胆也不好 你知道吗 胆啊 嗯嗯 好了 是的 嗯 是的 好了好了 教他好好念 每天念大悲咒 要念 最好能念四十九遍 心经念二十一遍 诶诶 诶诶 麻烦问一下我 我这个功课的话 我呃 大悲咒四十九 心经二十一 其他呃 肖哉 四十九章 四十九遍也可以 肖哉四十九遍也可以的 最主要 好 往生咒 往生咒要多念一点 因为你们有沙叶 过去也有吃海鲜 嗯 往生咒我就是四十九遍 嗯 可以多一点 嗯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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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问了 好 谢谢 好 再见 再见 嗯 再见 谢谢 喂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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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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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讲吧 嗯 请看一看16年的老鼠,他认不动,他很少认经,他身上除外很大,请看一看 五六年鼠什么的? 九六年的老鼠 九六年啊? 九六年的老鼠 男的女的? 不是,男的,男的 啊,哎哟,哎哟,很不听话,脑子也不好,哎哟 啊,对,哎哟,身上有灵性啊? 对,对,这孩子有自闭症你知道吗? 啊,是,是,是,我告诉你啊,赶快叫他念小房子啊,不念小房子,那个灵性走不掉 啊,对,我刚好先生都跟他念了,差不多两千了 两千是吧,我看看 啊,你身上还有灵性 哎哟 我本身啊 啊,对啊,你这个人也不好啊,哎哟 哦 所以你念出来的小房子折扣打得很多 你过去你这个人造口业,脾气坏 嫉妒别人,你全部要改 哦,对,我要改,我要改 啊,听得懂吗? 嗯 气量嘛,小的不得了 儿子,开始的时候嘛,你一直逼迫他,希望他怎么样怎么样 好嘞,压力太大,灵性上升 对,对 而且身上还有小孩,那就是你打胎的孩子啊 哦,我的小孩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哈 72张 哦,到72张了 你现在知道吗,你话都讲不清楚,就是这个小孩子啊 哦,OK,谢谢 自己好好念呐 我可以好好念呐,我可以好好念呐 你可以呐,你跟我儿子讲一下话吧,鼓励一下话,赶快师傅 嗨,你好 你好 小弟好好自己念经啊 哦 我问你,你肚子饿了,你妈妈替你吃饭,你会饱吗? 不会 那么你现在有身体不好啊,想不通啊,脑子里有时候很乱啊 靠妈妈行吗 还是靠你自己啊 对吧 靠自己 对啦 靠自己之后呢 自己有能力了 再靠菩萨 那么菩萨就帮到你了 对不对啊 嗯 你盯着菩萨看 菩萨会给你很多想法的 菩萨会告诉你 叫你好好修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但是你不能老盯着菩萨看的 一个礼拜看两次 菩萨就会给你很多加持 你好好念经 好不好啊 你吃全素了吗 还没吃全素吧 吃全素了 太好了 你经常跟菩萨说 菩萨妈妈你救救我 我吃全素了 我好好念经 还掉自己的业债 我希望自己越来越好 请关心菩萨妈妈 大慈大悲救我 经常要讲 明白吗 明白了 你想想看你经常讲 不是菩萨就保佑你了 你经常跟人家讲 你们帮帮我 人家就帮帮你了呀 你不讲 人家怎么帮你呀 对不对啊 对啊 好 那就好好念经 听财长爷爷话 再见 再见 所以大家想一想了 做人真的很难呢 有时候真的 我们 哎 怎么讲 希望众生都 能够 慈悲 喂 你好 喂 师父好 你好 师父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 师父您辛苦了 感恩师父感恩 观世音菩萨 是吧 谢谢 来 嗯 嗯 啊 师父 请讲 啊 好 师父您看一下 那个 七 七二年属属男的 哎 七二年属属的 他因为经 啊 师父您说 七二年属老属的 我看看啊 啊 啊 对 男的 七二年属老属 哎 怎么样 脑子问题啊 啊 啊 师父 因为他因为经济官司 现在在拘留了 师父您看一看他 需要放送多少 小房子多少 是吧 看看啊 嗯 感恩师父 啊 他结冤 跟一个人结冤了 啊 是 师父您说的对 是吧 好 这个人有点陷害他的意思 啊 嗯 对啊 嗯 赶快念解决咒啊 念解决咒 家里人也要帮他念 嗯 啊 他母亲一直在帮他念 师父 嗯 一天至少念一百零八遍 嗯 啊 一百零八遍 啊 师父您看一看他什么时候能出来呢 他可能要写一个保证书吧 写一个保证书吧 应该就可以出来了 嗯 写一个保证书啊 嗯 师父那您看看他小房子还需要多少 进去几天了啦 大约得有三四天了 啊 我看一下 嗯 快了 没几天 嗯 啊 好 感谢师父 嗯 师父那您看看他放生多少 小房子多少 方生一千两百条 啊 小房子呢 六十九张 六十九张 师父您再看一下他有没有被人下杠头 是吧 感谢师父 他们脾气也比较急 对 师父您说的对 是吧 跟人家结冤了呀 钢头现在倒是没有 没有 钢头没下 没有 主要是结冤了 有业障 主要是结 结冤了 有结 好 感谢师父下一个 嗯 师父您看一下七零年出狗女的 因为他乳腺癌 前几次他按照师父的开示 呃 小房子家放生已经好了 现在他又是 现在是去化疗了 师父您看一下他在哪方面是 呃 呃 就是 改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师父您看一下 感谢师父 七零年出什么呢 七零年出狗女的 看看啊 对 因为他以前是乳腺癌已经好了 现在又犯了 不知道哪地方做的不如理不如法 啊 还是邪念 哎 哎呀 还是邪念 哎呀 犯邪淫 那他要 犯邪淫 他没告诉你 犯邪淫 啊 邪淫没两种 一种没身体 一种没脑子呀 犯邪淫 嗯 啊 所以马上马上就 很厉害 嗯 啊 啊 对 师父他现在化疗了非常痛苦 嗯 非常痛苦 邪念一念马上就非常痛苦 这不懂啊 啊 对的 可以这么玩笑 对 所以你不能克制一时 你就痛苦一试 就这么简单 对对对 那师父呢 你看师父他里需要念礼佛呀 当然了 不念礼佛 消得掉的 啊 我跟你说了 那礼佛得念 人就毛病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不懂啊 是 对的对的 这是人最大的劣根性 好了伤疤就忘了痛 对啊 是吧 那你看 他礼佛要多念多少遍呢 八十六遍 啊 小房子还要多少是吧 小房子六十九章 放生了是吧 方针先放两百五十条吧 那师父他还需要化疗吗 现在 要 没办法 他这个 这个苦头不给他吃 这是他不会改的 他自己造业 你问他有没有 看过那些不好的东西 他就知道了 对的对的 哎 老师看着 师父 师父最后一个 您帮我看一下莲花吧 女的 18075 是吧 感谢师父 18075 嗯 对 女的 对 女的 8075 还在 还在 嗯好感恩师父 通修的业 自己的 他们自己的业自己 别让师父来 感恩师父 感恩关系音谱的 师父再见 再见再见 喂你好 喂 你好 快点啊 快点啊 喂 请讲 喂师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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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师父终于大同了 哎呦 你也大同了 哎呦 喂师父 哎呦 你看着那个 七一年的数珠呢 七一年数珠啊 嗯 七一年数珠的 男的女的 男的 想看什么 讲给我听 想看他事业 事业不好 然后 我告诉你 不会做人 不大爱讲话 啊 对 啊 有点 有点自闭 你知道吗 哦 听得懂吗 嗯 又好高物远 啊 不大爱讲话 不大愿意 跟人家接触 嗯 明白了吗 嗯 你要 你要 你要叫他每天念准提神咒 嗯 一直在念经 嗯 一直在念 念经 你要念准提神咒 啊 一百零八扁 每天一百零八扁 哦 行 好吧 嗯 还要叫他念心经 开智慧 嗯 开智慧 还有叫他不要吃活的东西 他已经 你已经 你已经 吃素 啊 已经吃素了 嗯 嗯 对 嗯 好像吃得不干净了 嗯 不干净了 你叫他 嗯 叫他往生咒还要念 往生咒每天念四十九遍 他叫他公共这样的作为 经营是二十一遍 嗯 那个 打背就二十一遍 经营是四十九 嗯 嗯 其他都是说的油一货是三点 对啊 嗯 嗯 我想是他最近是世界上存在的问题 就是 嗯 因为他是不是在买房子里嘛 前一年那个总结 他在总结公司买房子里 对啊 不想用自己的算 基本上的问题 他之前是 直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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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肥量 或比整个摊 现在 他有压力 所以才会这样 明白吗 要是 扎样 扎样 会出现 日常危险吗 对啊 他经常 卖房子的话 有些房子里有灵性 你不知道 对啊 是 房子 空房子里面都有灵性 不知道啊 你跑过去 你跑过去 介绍人家 你赚他的那个 这种 利息啊 赚他的这种利润啊 他当然 现在的灵性会找你麻烦的 今天他在 忏悔 也不忏悔 这个 给他多忏悔 你明天给他念 三遍离佛大忏悔 不然不就忏悔了吗 对啊 我主要的文字 现在有几百万人事 好多靠我主要他要债 这个问题 给他这些人能找出 不会找到危险吧 对啊 会的呀 要债 要债 要到回来 要不出来 人家就疯掉了 给你搞了 所以我就跟你说 做什么事情都要实实在在 你跟一个老板都是这样 这个老板是坏人 那你下面的员工就吃苦头了 不是这个劲 他熟悉了五百多万 被人家骗走了 对啊 被人家骗走了 被人家骗走了 怪谁啊 现在明白了吗 赶快叫他念 消灾即阳神咒 好了 多少遍 每天念一百零八遍 求菩萨保佑 否则会有事情的 他要熬过 他要熬过五月 五月份就会好起来 好减是吧 放什么需要房子 多少条 两千条 他现在又放六千条了 赶快放 好吧 菩萨保佑他吧 好了好了 没时间了 他只要有六千五千 我们看看 有啊 没灵性 怎么叫他念经啊 小房子 小房子叫他六十三张 六十三张的 好了好了 老妈妈再见 不要着急 菩萨会保佑的 再见 业障比例多少时候 业障比例要有四点零哦 蛮大的 你叫他赶紧啊 每天多磕头啊 磕头也能笑业障的 好 行 好 再见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 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